那好,那也就是说 女儿就从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再一次跟她之前的养父母在一起生活 一直生活到十六岁 对,对 你为什么没找过你的女儿呢 我去找啊,我去找她爸啊 她爸就是不愿告诉我啊 我就不知道她待在哪儿 明白了,所以并不是你不想要女儿 而是说她的父亲阻碍了你们母女相见 一直到十六岁,您才知道女儿在哪里,是吗 对 这十一年您都没有打听出来女儿在哪里 没有 那为什么十一年之后 为什么您的前夫告诉您女儿在哪里 不是,不是我前夫告诉我 就是这养父母写信回来 他写信写的 他奶奶的单位 单位就送给他奶奶 他奶奶就拿过去就找到我 为什么呢 他儿子他找不到嘛 那也就是说这十一年当中 奶奶也并不知道这个孙女在哪里 对 你确定你的女儿是被你前夫丢了的 还是听着不太想丢了呀 反正我前夫也死了 你再去追究他什么 我也不想 只能说是丢 我明白 因为并不是丢 所以我不想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所以我感受到的是 可能也没有那么用心的去找 那我只能这样说 我前夫也不会让我知道女儿在哪 只是后来我前夫找到他家 因为他跟养父是认识的 知道吧 所以我不想再次这样去说 那妈妈女儿出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她养父母那边有没有跟你联系呢 联系了 我女儿在南昌的第三天过了 跟三哥过来了 拿了一万块钱 女儿抢救不过来 就留给子涵 就留给外孙女 就养父一家 其实对这个孩子还是很有情分的 对 那这样我们跟养父那边做一个联系 石女士的女儿方子已经不幸离世了 她生前这段让人震惊的遭遇中 到底是怎么被父亲丢弃 又是怎么回到养父母身边 这其中也充满了无数个问号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就连石女士本人也知之不详 主持人决定 现场连线死者的养父林先生 林先生能够帮助大家 还原这段二十多年前的隐秘往事吗 林先生您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节的 你有个养女 方子当年是怎么到您家里的 一方六岁的时候 他爸爸跟他妈妈立分了 法院判是判他爸爸带一方 他妈妈带他弟弟 六岁那一年 他爸爸到我家里来玩 就放在我家里 他跟我说要到食尸去 进户 那也没有说表明说 方子是要给我补养 后来他一去就不了了之了 就没来了 那七岁来到十岁 他爸爸又来了 那一次来啦 看小孩子已经长得蛮高了蛮大了 跟我说要带到厦门市区里面去逛一下 我说可以 那那一天带出去就没有带回来了 最后知道方子到了十三岁 他自己一个人从南境 偷跑回来 到我家里已经是八点多天黑了 外面大门都关住了 他就在门口哭 我那个最小的孩子 听到外面有哭声 出去看 看一下 跑进来说 哎呦方子怎么又回来啦 那方子回来问他的时候才假 十岁的时候带出去 到一个扔门头了 好像先游了 小孩子算起来还是蛮聪明的 他到南境帮他忙的时候 他去送馒头 去收账 他就慢慢打听慢慢打听 打听说到下门要多少车会 那有一天 他提着一台 就是这么小杂的三轮车 出去收费 就是替车嘛 那个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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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可能你讲的这些 这个方子的妈妈有点 不要听他说了 我真的要听他说了 我真的要听他说了 先让他出去 先把妈妈带出去一下 不要移他 不要移他 让他把周身移了 先生你稍微等一下 来来来 让他平等一下 电话连线中 方子的养父林先生 说到当年只有十三岁的方子 独自一人是如何逃跑 回到养父母家里的这段经历时 厂上的石女士突然起身离开 随后晕倒在调解现场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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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可能你讲的这些 这个方子的妈妈有点 不要 你拿起来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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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调解被迫中断 现场工作人员和热心的观察员 廖阿姨 随即来到石女士身旁 采取了紧急处理 几分钟后 石女士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好转 石女士的身体状况逐渐恢复以后 被现场工作人员暂时安排到场外休息 石女士离开后 我们再次拨通了方子的养父林先生的电话 林先生 因为刚刚可能说的这个现场 这个方子的亲生母亲有点接触不了 所以刚刚处理了一下 但是我们还是很想了解 了解清楚这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年只有13岁的方子 一个人偷偷逃回养父林先生的家中后 为何又在16岁的时候 被养父林先生送回了石女士的身边 明天的节目中 方子的养父林先生 在第二次电话连线中 面对这笔53万元的交通肇事赔偿款 他会拿出怎样的分配方案 补偿会就是不管谁都不能拿 不要再就像方子这样 来一个历史重演 我是怕历史重演 在明天的节目中 重新回到调解现场的石女士 还会不会继续坚持索要外孙女的抚养权 她的女儿方子的身世揭开之后 又会给这场调解的方向带来怎样的变化 这笔53万多元的交通肇事赔偿款 最后会怎样分割 那个失去的母亲 年仅四岁的孩子 到底该由谁来抚养